大家好,我是机电水泵维修工具的小帅 今天继续跟大家说说拉马 拉马的使用方法是 将爪钩或爪脚插入或抓住难以蛮力取出的轴承 然后旋转螺杆 由于螺杆顶在固定位置 相应的会使抓钩上升 拉出物件 如果是液压拉马 则用摇杆按压顶出顶杆 有的新设计会把爪钩改为卡盘作用是一样的 如果拉马是散装发过来的 则用螺钉将爪钩和爪座连接好 另外操作拉马的时候 惶有几个注意事项 一 如果拉马顶杆活动距离仅为50毫米 拔出物体的距离不应大于50毫米 但是可以停止 让顶杆缩回 调整后重复两三次 二 根据被牵引物的外景 牵引距离和负载力选择相应的液压拉马 不要超载 觉得有需要的朋友 我建议你们收藏起来 不要用时方恨少 大家好 我是基电水泵维修工具的小帅 今天继续跟大家说说拉马 拉马的使用方法是 将爪钩或爪脚 插入或抓住难以蛮力取出的轴承 然后旋转螺杆 由于螺杆顶在固定位置 相应的会使抓钩上升 拉出物件 如果是液压拉马 则用摇杆按压顶出顶杆 有的新设计会把爪钩改为卡盘作用是一样的 如果拉马是散装发过来的 则用螺钉将爪钩和爪钩